只是2024年最好看的开年爽片 枪枪抱头从不废话 他就是周处出三爱 几天前黑帮老大红爷被人枪杀 葬礼当天来了大量帮派成员 一名光头却只捂着宣犯 其中一名小弟听闻 说红爷是被炸死的 虽然人很猛 不过很可惜 老大铁头哥下达了江湖追杀令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杀死 话刚说完光头便站起来 当着众人小弟面一枪射杀铁头哥 还不忘走近多补几枪 临走他告诉那名小弟 警方听到声响 立马追了过去 名叫陈辉的人手当其冲 然而却打不过对方 陈桂林下手狠毒 招招致命 身体壮的像头牛 仅凭蛮力就将陈辉给制服 陈辉不仅撞坏车子 还被弄瞎一只眼 时间来到四年之后 陈桂林一直处于逃亡生涯 这期间他连唯一的奶奶都见不到 因为奶奶生病需要手术 黑道医生张桂青才找到他 可最终还是手术失败 奶奶离开了人事 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冲击很大 医生又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陈桂林得肺癌了 肺癌 末期 快得花三个月 奶奶死后 医生交给他遗物 陈桂林寄给奶奶钱全部都没有花 只是在去年过生日买了一只手表 医生建议他 最后的日子活得有尊严些 可他在警局门口徘徊不定 于是打算轻视官圣敌军 没想到接连九次都是圣贝 第二天他就来到警局自首 结果被要求先排队 这直接给陈桂林整不会了 当看到警局的悬赏令 发现自己才是第三名 他瞬间有了新的想法 他的医生最重要的就是奶奶 再然后就是名声 就算是坏人 他也要做到最坏的一个 首先要找到排名第二的香港仔 传闻他是一个大恶之人 唯非作戴无恶不作 曾经和警方火病 射杀了多名警员 作为黑道医生的张贵卿 肯定知道一些消息 于是陈桂林找他打听 可医生守口如瓶 坚决不透露一个字 没办法只能用他儿子做要挟 你儿子这么喜欢吃冰 对儿子应该不好哦 陈桂林简述周处除散害的典故 他也要成为现代的周处 在最后的日子做点好事 医生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香港仔 只知道每个月 名叫小美的人会来拿药 其他的就一概不知 关于排名第一的林陆河 医生只有他的一封信 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儿子在哪 按照医生的指示 他果然顿到拿药的人 跟着对方来到一间发廊 在对面找地方住了一晚 现在的香港仔 依旧是混迹黑道 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他欺骗一个女人 让他心甘情愿为自己坐牢 还长期霸占 控制侵害他的女儿小美 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小弟只不过笑着其声 就遭到酒瓶爆头 陈桂林本打算前去试探 没想到香港仔反侦查能力很强 他早就注意到这个陌生来客 你已经偷胎了我 双方火药味十足 如果不是警方路过 恐怕会爆发大战 当回到住所 他发现被人翻掌握 看到被划上的眉毛 陈桂林更坚定要杀掉香港仔的决心 他一连顿售好几天 趁着香港仔虐待小美时 他一刀解决了司机 然后上楼和香港仔展开厮杀 对方比预想的要强 善于利用周围物品反击 而陈桂林依旧靠着蛮力 眼看打不过 香港仔直接逃跑 陈桂林也在此时加入战斗 很可惜还是台阐 又一次被陈桂林给制服 香港仔像一条疯狗 狂奔跑到破旧仓库 这是一场恶人间的战斗 比的就是谁更不是人 陈桂林更像是野兽 直接一口啃了上去 恶人终究打不过猛兽 最终被陈桂林一枪抱头 到此他都不知道 陈桂林杀他的理由 如果知道他只是陈桂林自首的同名状 估计他会被气死吧 熟人香港仔后 陈桂林找到小美 在询问对方意见后 他开枪杀掉守门的小弟 看他可怜 把车子也送给他 并让他告诉警方 香港仔是他陈桂林杀的 现在他要除掉第二害 就是二十年前 杀害数十人的罪犯林陆河 根据医生给的信 陈桂林找到一家养老院 从护工口中得知 死去的人是林陆河的母亲 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受骨灰 遗物中有一本教会书籍 随着书中的指示 他找到一处偏僻的礼堂 名叫尊哲的眼镜仔 席地而坐 向众人传出教义 大家看起来都是他们平和善良 他们穿着朴醋 连吃的饭菜都是素食 优美的歌声让人净化心灵 可就在此时 陈桂林咳嗽不止 当中吐出一大口黑血 他被送往礼堂医院 苏醒后 尊者告诉他 身体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并嘱咐他早起听讲座 说话的女人是副教主 同时也是尊者的情人 多年前他被查出宫颈癌 本来要死的他 在尊者的帮助下 身体越来越好 并且还怀上了宝宝 陈桂林听得一愣一愣的 尊者好奇 陈桂林来这里干嘛 现在他才想起来 自己是来找人的 巧的是尊者也认识他 很多年前他跑到这里 不过因为伤势过重 当晚就死掉了 尊者还特意带着他 参观了牛头的坟墓 晚上陈桂林病得更加严重 看着虚弱的自己 他眼前闪过生存的渴望 于是在尊者的引导下 剃度出家 班医教会 只不过这理发技术 硬是像狗啃过一样 顾客看了看镜子 露出满意的笑容 穿上教服 论起扫主 几天就把江湖顶级杀手 驯化成听话的乖乖仔 不得不说 孙哲确实有一套 不过刚入会两天 陈桂林的身体 便发生质的变化 医生拿出X光片 正宗地告诉他 那代表你的癌细胞 正在自我消灭 医生都认为是奇迹 陈桂林抢过来查看 却不小心把片子撕掉一块 病轻地转边 让陈桂林认为 只要跟着尊者向山 他就能够痊愈 于是将手枪和行李 都埋到后山 身上所携带的钱 还有奶奶的手表 也都交给尊者烧掉 他要改头换面 重新开始 在教会里面 成为那个最勤快的人 可就在这天 教会来了一对母子 小男孩当场口吐黑血 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唯独陈桂林不顾劝阻 硬是给背到医院 做好事没得到赞美 还被杀了一巴掌 刚才尊者治疗的时候 你在乱什么 路过走廊时 他惊讶地发现 医生拿的X片 是他当时撕坏的 医生却给女人说 他的儿子有肺积水 尊者依旧是相同的话 晚上 陈桂林越想越不对 他撬开尊者的屋子 竟然看到 牛头母亲的骨灰 地板下面藏有地角 所有人烧掉的财物 都顺着滑到 掉落密室 当找到自己的盒子 里面的钱都不见了 只留下奶奶的手表 病人涂黑水 其实是被下药导致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病 陈桂林拿到女人的财物 当中交给对方 并让他赶快离开 旁边的几个人 立马将他矮按住 尊者拿出一把刀子 要让女人杀了陈桂林 结果于心不忍 他自杀了 所有人不制止 还默认了事情的发生 陈桂林也被捅一刀 装进棺材 埋到了后山 然而陈桂林命不该绝 他立马抛开 牛头的坟墓 打开棺材 只看到照片 原来尊者就是牛头 差点就被他给骗了 他不由笑出声 随即找到众生平等器 大步迈向了礼堂 一枪便射杀掉 捅他的人 见到牛头 他就开枪 可因为埋带处理 枪卡壳了 陈桂林说 一次 两次 第三次直接爆头 干掉牛头后 陈桂林一走了之 心想交汇 也会就此解散 可当走到门口 吴宁再次传来歌声 这一刻不由得让人胆战 这是一群多么可怕的人 知道事情真相 还如此执迷不悟 以后说不定还会祸害多少人 陈桂林好人做到底 一次就要除个干净 接着他返回礼堂 选择留下来的人 结果就跟他一样 台上唱着歌 陈桂林装填着子弹 这必将成为经典画面 陈桂林就这么一枪接着一枪 打扮子弹再重新填弹 痴迷的教徒遇到冷血杀手 结果全部都被杀光 随后陈桂林开心地看向天空 并接路人电话报警 主动向陈桂自首 他开心地向记者打招呼 我叫陈桂林 陈桂林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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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后 医生来探访他 此时的他已经变成光头 他首先祝福陈桂林 终于完成出名的愿望 随后告诉他一个事实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病 得肺癌的人是医生 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想要挽回自己的医生 他的医生被江湖成为黑道医生 他也不知道算是对不对 于是想要骗陈桂林自首 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没想到陈桂林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陈桂林不仅不怪自己医生 反而很感谢对方 在这段时间 他明白自己作恶多段 在清除恶人时 内心感到非常开心 他也算为自己的过错赎罪 他得到心灵上的解脱 临行前 小美来到监狱 亲子为他刮胡子 想必此刻 两人内心 有诸多感悟吧 最终陈桂林被判处死刑 在一声呛响中 结束了生命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片是2024年开年大作 快疑恩仇 看得很过瘾 不过里面隐喻很多 细节也很多 非常值得慢慢推敲 网上各大博主 也细节了很多 在这里 我就不过多解读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个关注哦